观看人爱乡平安保禄的历史作文 向日会资产基金会 联合基台工业团体和企业 共同来关一会的一项用品 透过人爱乡公司的协助 来分享和有需要的历史面证 公司也特别基盘关情技术 也算是有感谢郑来表达乡亲的感谢志 人爱乡中五文中代表乡民 情申感谢整合观景单位 来自台中四个主宣团体和企业 认合观景一倍没助给人爱乡 包括有冠天的沙口、秋土、围金 以及白米、油丁丁的生活没助 希望可以帮助人爱乡来 历史家庭过一个好年 因为有一个林传凯医师的 一个招集散的力量、募集散的力量 邀约我们来这个仁爱乡 做这一个寒冬送软的一个活动 那本身我们基金会一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就很开心、很乐意来帮忙 那我们见证了100包5公斤的米 还有100瓶的油、沙拉油 还有100件的茅坛 还有100盒的酱油 这次没煮观情 主要是由台中市建庄串爱协会所发起 因为协会理事长是厄抗医生 他也是无限厄抗医疗站的辅助单位 就是因为看到人爱乡的需要 特别发起关情物资多年 人爱乡中国文章表示 这些物资将会尤其方向向来 中介收入和浴缩变缘缘 这次的发送对象 应该就是一些中低陆户 一些我们的边缘户 公所特别感谢这些企业 回馈我们原乡的部落 在寒冬来临前 能够举办这次的爱心物资捐赠 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在农历年来前 感受到我们社会企业的一些爱心物资 人爱乡公所表示 近日来要一倍资成单位观众的三口 公所准备在后礼拜开始 略设发送给乡来辱世的家庭 也希望可以为平安保留民众 带来一个温暖的官厅 接着王家乡彩虹报道